我在澳洲打工度假 我在花的农场上班 工作室包装郁金箱 我们工厂里有一条生产线 首先郁金箱会从温室里采好 然后装在一箱一箱的推车里 送进包装厂 生产线的第一关会有一组人 负责把花放到机器的输送袋上 花就会跑进一个把球巾切掉的机器里 这些失去球巾的郁金箱 就会顺着输送袋打到下一关 下一关会有另外一组人 依照订单的要求 用手数五支或十支 这个工作叫做帮群 也就是我现在在做的 数好一束后就把手上那把花 放到另外一组平行原本输送袋的输送袋上 然后上面有一格一格的洞 放上去之后 机器会把花送到下一关的另外一个机器 然后这一台机器会用弹性绳 把放上去的花绑起来 绑完一束一束 之后会送到最后一关 随着输送袋 那边会有另外一组人 把刚刚机器绑好的花放 就是套在塑胶袋里面 集结到一百支左右 为一个单位放进水桶 最后一桶一桶装满郁金箱的水桶 会放在有推车的层架里 时间到了业务部的人 就会开大卡车把这些装满郁金箱的 推车推着 这就是我现在在做的工作 就会开大卡车把这些装满郁金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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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满郁金箱